去哪里的老乡看一下车牌 四川的 哦 又是四川的 这个估计又是今天出来的吧 又是今天出发的吗 从哪里出发的 从瑞宁 那瑞宁属于哪里哦 四川 四川的高峻 出来多少天了 第一天就干到这里 那不是跑高速吗 我们过来就是先是走的高速 哦 到这个康地我们就全部走到了 这是准备玩多久啊 大概 五天左右吧 这太少了 大概二十天了吧 二十天走完这个西藏 走到那啥又一个来回来是吧 我们只要那么长的时间假期 放假 出来逼一下鼠也可以 今天晚上吃蛋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方式旅游啊 自己做饭在车上睡吗 感受生活嘛 感受生活 以最少的方式玩遍全国 最经济的穷游对吧 您觉得这种旅行方式怎么样啊 我也是穷游者 跟您一样 感觉也是在车上啊 感觉挺可以 挺可以啊 就是玩也玩了 吃了吃了啊 也不赶落 在家里面呆着好 对对 又就是 可以参观一下您的房子吗 还没换 我这个还没换 这怎么说呀 冲起来冲起船 冲起了 我觉得可以用那个店打个木板 冲起的每天冲麻烦 不要我冲上了就不用冲了 冲上了就不用冲了 不取了 就不收起来了 第一天还没打开 好好好 装备还没有施展开 对的 这个很宽敞啊 这是什么车 好宽敞 姜环 我当时也准备买的姜环 怎么几啊 我当时准备买这个自动的吗 手动的 几个有 大概九个吧 大概九个 我当时 这个短机可以 两个人的话绰绰有余 把这个东西放在前面 哎呀 蛮好啊 蛮好蛮好 祝你们一路顺风 告诉我们路上有缘再见 好好好 感谢感谢 哎呀 没事 河北邯郸的车友啊 是吧 出来多久了 出来 嗯 一个星期吧 一个星期就干到这里 跑高速来的吧 准备这一次玩多久 各百月 就是带孩子来看一下这个西藏的风景 顺便避暑 现在河北那边的天气怎么样 热不热 天气 那太热了 那太热了那那还是在这里 嗯 再做饭啊看一下 哈哈 西红柿炒蛋 可以 哈哈哈你好你好 我也是穷游的 跟你一样 两个孩子啊 睡大帐篷 为什么想到以此种方式旅游啊 在快手抖云上看 哦 这是第一次进账吗 对 我说的第一次进账这个装备带的如此的全肯定是这个学习过来的 啊有准没有准 那你觉得你觉得这种方式旅行你的 看说一下你的感受 挺好啊 好在哪里 对啊 嗯 这种感受怎么说呢 嗯 这种方式感觉挺好 以最少的方式就是环游中国啊 玩也玩了 这个钱也深 带着孩子也见到了 最好的风景啊 哦 那到了到达拉萨之后还好怎么走 目前是新加的这样玩 因为孩子还要回去上辅导班 哇自己还要回去上班是吧 到时候 那晚上你们就睡到这个帐篷哦 四个人搞一个大帐篷 这个大帐篷风雨吗 我总觉得他不风雨啊 下雨的话要开宾馆 出来才几天啊 几天 一个星期 那前一段时间你们应该开宾馆嘛 那么热 对啊 哦到这里来了 现在不热了 就是 露营 对 哦 对嘛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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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妈妈还有几天就能回到家啊 哦 你要告诉他那个小子呢怎么开有些人 什么 哦哦 那祝你们 一路顺风 到时候我们在路上有缘再见 那你们也是在车上睡自己做饭吗 我们是安全的地方搭帐 安全 那你觉得这里安全 感觉这一块还行 还行 马上搭的多就安全 出来多少钱了你们 两个月了 两个月从陕西哪里搭 我从陕西过来的 我是徒步走得远 我一个人 在徒步 带孩子徒步走到雅安 带孩子徒步 那你的站车呢 我的站车架子都给卖废机了 为什么要放弃徒步 腿疼了 腿第二次都发了 我也觉得你看你晒到脸上 哎呀 不难带 所以你的老公就把这个大车开过来了 把你接上了 然后去西藏去拉萨 那走到了雅安 再不忘记走一走亏的很 哦对对对 不想往里走走 但是带着孩子也不知道能走到哪 那你老公不上班呢 就专门来陪你玩 现在目前没上班 上班就不行了 你徒步了多少天到雅安的 47天 47天那好要一点硬力 那又热那个地方 现在 这个晒的黑的 你别求你 好容易啊 是能坚持 我告诉你 有些人他们一天都坚持不了 把东西装备全部买好了 第二天放弃了 我看到好几个了 我不想说他的名字 第二天都放弃了 第二天就 因为他是太累了 这个 我本来就是已经很累 我腿受伤了 那段 酸了吗 嗯 我腿不受伤了 我决定 走到拉萨 那下次继续走 完成你的梦想 完成我的梦想 下次就从你的雅安开始啊 从哪里跌倒 从哪里出发 那这次准备去拉萨玩多久啊 不知道能不能走到一样拉萨 你看这个小的就没小 你不是说车吗 你老公都来开车来了 车会不会有高反啥的呀 害怕吧 你没有去过西藏吗 没去过 啊 第一次 第一次啊 肯定是第一次了 没事 到这里没有高反 到那里就没有了 啊 这里没高反 那里就没有了 嗯 因为这个地方容易出现高反的 我上次就是 啊 这个地方容易出现高反 嗯 对 你这里没有高反 那个后面一般问题都不大 他哥也就是一两下 有的人有的人有的人 嗯 到这个地方的话 这里没高反过去 问题不大 对 难怪他没做到老天赋 小孩 哎呀 带一个小孩 对呀 呵呵 也蛮热闹 小孩从小的话一起旅游 对呀 对他的成长有好处 对呀 水这个水是自己带的 水是在那个 昨天晚上我们在那路岩那边接的 你们昨天在哪里路岩 路定吗 嗯 对对 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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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路定热不热 我们 今天中午热 我们去过那个 晚上也不热 过路定桥 啊 晚上不热 过那个路定桥的时候热 中午这里也热 这是晚 嗯 嗯 出房 别弄了 往早蛋 你这么一做饭 你就来早蛋 来 嗯 嘿嘿 嗯 你一块儿 三个人 哦 一直到这幅高反过去就不会高反 应该不会的 因为我就是那样的 我上次在这里高反 你在这里没有了 你把这高反是啥感觉 高反 头痛啊 头痛啊 嗯 还有啥感觉 没有了 哎 哎呀 他把那个水清倒了 你到底都去一会儿打不着火了 哎 王爷 这个是 你把你玩 这是他的桌子 嗯 那出来娃不带桌 这块乱炒 哈哈哈 你这装的什么 我们装备齐全 这这个装的 也是睡车里啊 不是睡帐篷 我睡帐篷 睡帐篷 我车里睡不下的 车里面睡 睡一个人 是不是 没有在车里 三个人都睡外面 第四个人 还有一个娃呢 还有一个娃 这么老大事情 哦 没有看到 哦 还有一个娃 这里面 躺着 四个都是一帐篷 嗯 帐篷就不 帐篷 但是我们有时候过两三天也要充电 没有地方充电 两天 嗯 那在你心里面你应该还是想徒步的是不是 不是因为受伤 不受伤我肯定徒步了 哦 我不受伤我肯定就徒不过来了 你好瘦啊我发现 哈哈 徒步子 嗯 不是啊徒步的瘦走了瘦了十几斤 那你应该是真徒步 我给一个大拇指 昨天我拍了个假徒步在这里 我瘦了16斤 昨天那个假徒步几万播放 哈哈哈 我一看你这个就是真徒步 你是这么瘦 那你要多吃点肉 多吃点肉 多吃点肉 瘦了16斤 刚出来的时候应该胖一点哦 刚开始胖了 哦 好吧 那晒的黑成啥了 那 嗯 那祝你以后继续就是 完成你这个徒步到拉萨的这个梦想 哎呀这个梦想 难 就是这一个难 所以我现在就要进来了 就是因为难 现在开车跟老公一起体验一下 是吧 嗯 其实看一下这个路况啊怎么样 到时候我这个第二次徒步在做准备哦 哦 有可能 哈哈哈 那就祝你徒步到时候成功 圆满成功 我们在路上到时候能火遇 谢谢